如果大家有炒股票 买债券投资 很简单 最基本的事情是做什么 最基本的事情不是听经纪 告诉你哪个数字 你买哪个数字就可以了 最基本的事情是你自己去看年报 每一家公司的年报 每一家公司的年报 都有会计师签名 有核数师签名 有核数师给意见 四大会计师行 以前有五大 以前有一家叫安德森 安德森在安隆事件 后来没有了 五大变成四大 那四大就是 罗兵涵永道 安永 Ernest Yan Pete Marwick 还有哪一家 四家 有时候口白白 Deloid 通常你看这些财务报表 都是这四家做核数 做auditor 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看结论 结论就是说 会不会对这家公司的财务报表 那五个字 没有保留意见 通常我们看完会计师核数师 因为我原则上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是查过盘数 或者做过一些尽职审查 看过这家公司 财务状况 然后觉得他的财务报表 正式公布 你能签名 你能签名 你说得他那五个字 无保留意见 那些财务资料是真的 那你四大行签名 那我当然相信你了 那我就根据你所提供的财务报表 是决定 买不买这只股票 或者买不买这家公司 所发行的债券 这是一般投资者的正常做法 但是很可惜 很多时候 可能 我这样想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当你去一家 很大很大的公司 那里做auditor 做审计的时候 你可能会做一些 身不由己的动作 都不顶 无奈地去签名 那这个就大件事了 6月1日昨日 中国监管机构证监会公布了 应该是星期五 5月31日公布 公布了恒大地产行政处罚书 那对相关的中介机构的调查 亦都是进行当中 中介机构就是会计师 或者审计师 作为审计恒大集团 恒大地产的 会计师 会计师事务所 就是普华永岛 在中国就叫做普华永岛 在香港就叫做罗冰涵永岛 因为它有很多分公司 但是都是PWC P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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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是一间会计师 因为很多的香港的上市公司 或者A股的上市公司 都是聘用 很多都聘用普华永岛 或者香港聘用罗冰涵永岛 做審计的 好了 但是 终于 做大了5千多亿的营业额 就变成了 好了 那些投资者 就根据他这个生意额 评估他的 营运状况 好了 根据2019 2020年 这些虚假财务数据 当时就是 普华永岛 即PWC 就签名 会计师签名 就说 对了 那些财务数据 结果根据这些虚假财务数据 当年 恒大地产成功发债 发债 卖了五期 分了五次 一共卖了208亿的债券 给投资者 现在揭发出来 原来当时 2019 2020 2021的财务是造假的 所以如果投资者 根据这些假财务资料 去买债券 那就真的不幸 今时今日 基本上 恒大的债券 就算不是归零 都会接近零 股权 股票不用说 因为股票债权人 你就算把公司拆骨 令到他破产 最后卖到的资产 分到的钱 股票的持有人 都是最后才能分到的 首先分到的是员工 如果公司有欠员工的 就会分给员工 然后逐步逐步 分给债权人 就是持有债券的人 最后还有分得正 才分给持有股票的人 持有股票的人 都应该不用想 如果持有恒大股票 应该都是 决本无归归零 但是持有债券 现在也挺有机会 不是归零 都可能 如果拿到十分一 五分 或者二十分一 即5% 都是算好的 因为现在基本上 整个恒大集团是资不抵债的 就是说他把资产卖了 都不够钱还债 当然要有时间 但是首先 起码我们看到 中国的证监揭发到 2019、2020年的财务造假当中 他的会计师 审计师 就是保华永度 担当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帮他隐瞒 或者是将他这些假的财务资料 在会计师签完名之后 变成了一个 投资者以为是真实的资料 好了 现在证监准备怎么做呢 就是处于罚款 那就是 应该是罚大概 有人说 可能最高的总罚款 去到41.7500万 另外 对许家印 董事长的罚款 就是4700万 并且限制许家印终身 不能再进入金融市场 恒大地产被罚41.75亿 就是 因为欺诈而发行的208亿债券 罚他的20% 就是41亿多 就是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就是这样突出的 这个就是证监会的证券法所说的 当你有欺诈行为 这个就是最高罚款比例 就是你集资了的债券金额的大概两成 所以41亿多 这个数据就不是乱来的 好了 另外除了 现在开始证监会是查 保华永度之外 有一些中介的机构 包括中信电头 中诚信国际 以及金道律师事务所 都是在查 即是会计师也被查 律师也被查 包销商也会被查 其实保华永度帮恒大地产出股 这些例子在金融市场 股票市场 债券市场 都不是第一次见的了 其实四大的 审计商 其中有一家都出过市 其中一家就是德勤 Deloid Deloid在中国华用 违规情况之下 出过市 当时Deloid也是一样 就是帮他们隐瞒 一些财务的数据 接着就在联报 签名 一签了名 你就要负责 但是那些数据 最后揭发是假的 好了 当时德勤北京 Deloid被罚款 2.12亿元 接着就是有两个注册会计师 签了指的 在审计报告签了指的 两个会计师被调消牌照 另外有12个责任人暂停营业 另外德勤北京被暂停营业 是三个月 最大的事件 就是美国曾经发生 2001年安农事件 那里更厉害 金额很大 六八亿美元才没有造假 当时的審计师是谁 是Anderson 安达逊 安达逊 因为安达逊 因为安达逊 安达逊 从此 基本上在审计界消失了 所以 以前有五大审计师 现在 后来变了四大 就是这四家 德勤 罗兵衡 安永 和KPMC 匹马维 现在又到 PTOC 罗兵衡 有事 好了 其实 保华永度 现在的规模 真的很大 但是 现在 有机会 陆陆陆陆 他的客人 就流失 那 保华永度 PWC 如果看回去年 他服务了超过500间 上市公司 近日陆陆陆陆 这些上市公司 宣布要换 会计师 审计师 包括 中石油 另外 就是 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 本来 已经由德勤 转到 罗兵衡 现在 德勤 就说 现在招商银行 就说 不聘用德勤华永 不聘用德勤华永 现在是聘用安永 转用安永 他应该说 不用普华永 他是由德勤华永 转到普华永 但是 德勤华永 就转到安永 才对 转到安永 就是安永 另外 还有十几家的A股公司 就要跟普华永 解约 包括中集车辆 像清岛港 清岛啤酒 东盆饮料 月电力 卖瑞医药 中国人保等等 普华永 其实在去年 在A股公司 就是为107家服务 收取的 2023年的审计费用 高达8.69亿元人民币 而在香港 普华永 就是罗兵衡 永 就帮 410间的香港公司做audit 相信有不少可能都会想换会计师 包括招商港口、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中铁、招商银行等等 可能都有机会换 这就是会计界、审计界的这次爆料出来 我在金融市场数十年都见过不少 很多时候人在江湖有些是身不由己的感觉 有很多时候比如说银行要借钱给一个企业 通常是正常地通过credit department 要审批 credit department就会根据这家公司的财务报表 或者去公司的拜访 然后决定借不借钱给这家公司 但如果你记得 就是1990年 日本的经济泡沫爆破之后 很多日本公司都不行了 但是结果就是他把那些债财 就当看不到 就拨了进去 就等于你掃地 咦?有些层? 我把那些层掃到地毯底 就算了 所以当时很多的 日本银行的坏账 就拨了进子公司 拨了进子公司 赚钱 银行的账就少了债务 最初是这样做的 1990年之后 经济泡沫爆破 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不可能的 譬如你借了一些钱给公司 那些公司还不到 那你就把它拨开 不在银行的平衡标 拨了进子公司 那子公司没有资产 因为迟早爆破 原来是可以的 可以这样做也有 所以有时候看到金融市场 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有时候老板叫你这样做 那些小马仔可能都要跟 那这个案子就不是银行借钱的 这个案子就是 会计师帮一个上市公司 恒大的地产 因为恒大的地产 但是公司是当时的公司 是大到而不能倒的 很多人都说 没事的 你买他的债券 10厘息 他不会倒的 阿爷不会倒的 而且说说他就不错 没错 他是借钱 最多负责比较 数百百分比较 你看到还有负债表 你觉得不受到 也不可能可以 数百分比较 但是当时 金融市场的人 但就不会 такие想 买债券的人 不用这么想 她就觉得 假的 但原来会计师、审计师、普华永道当时在财务报表签了名字 都是累死了多少人 很多人看到财务报表都说没有保留意见 就说照买吧 最惨的就是不单只是恒大地产一单 当整个国内的房地产宝宝爆破之后 出现了流动性 借不到钱、卖不到房子 是说一些其他都很大的地产商 大家觉得也是不会想的 好像富力、佳兆业、世贸等等 大家都觉得很大也是不会想的 原来不是的 当整个房地产泡沫要爆破的时候 需要整顿 是连这些地产公司都不行 所以很多人就说恒大我不买了 十多厘也不正常 你资产负债表几百% 不如我去买世贸吧 我去买世贸 我去买佳兆业 我去买富力的债券就可以了 我去买富力的债券 我去买富力的利率 修了一点 理论上要安全一点 对不对 原来不是的 一样可以出市 所以今时今日 就算你拿着富力、世贸等债券 都挺有机会 去到最后可能只收回小部分 应该估计就不会血本无归的 但是恒大的债如果拿了血本无归的机会很大 其他就可能会收回一些 那也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因为其实很多朋友或者很多投资者 用一些退休的钱 还要放大了一两倍 在一些私人银行那里拿着不少 这些内房债 这次真是清代的 也挺惨的 如果你用Gear Ring 也是清代的 可能你还要补妈子 如果债券价格下跌 你没想过会真的会跌到这样的 跌到血本无归 所以这件事 就算是罚普华永道 几十亿也好 罚你几十亿也不足以 令到你 补偿投资者的重大损失 其实过去那十四年 恒大给了多少钱 这个审计费 给了土华永道 其实就是给了2.7亿而已 那在恒大来说 他给了2.7亿 14年 那不是很多钱而已 但是他就可以 只要土华永道肯签名 在那个年报那里 他就可以 违规地 用这个财务造假 去集资208亿 在2019、2020年 所以其实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就算今次罚多少呢 罚你几十亿呢 都是真的 于是无保的 对于投资者来说 真的很惨 那就 但是金融市场就是这样的了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 干滚佬教育 便宜莫贪 你在金融市场 突然间有些笋东西流出来 你真的要认真去独立地去思考 就是不要别人告诉你 这间公司这么大 你就跑进去 有时候很多时候你会想 为什么这些内房公司 他愿意在外债借美元债 给10厘息 或者甚至十几厘息 他借钱呢 正常地借到钱 他问银行借便可以了 问银行借可能是几厘息的 为什么他十几厘息都要问海外投资者借呢 真是干滚佬教育 便宜莫贪 真的没有那么大架 这也是一个 金融市场很好的教训 今天讲第二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就是讲一讲消息 是关于 Thomas应该很熟悉的 不过我也要收拾一下口水 讲一下 讲一下PC和AI的结合 未来 未来 原来你操作电脑的时候 可能就不需要 键盘 或者是 只需要通过语音 就可以操作你的电脑 即是我用电脑 我可以说 我不需要按 正正这个突破性的一个发展趋势 就是AI结合PC 就重新令到个人电脑 上回一个重要的地位 近来直谷巨头 纷纷将人工智能 整合到个人电脑平台 所以卫普、大意、联想等品牌 赞商涌向这个赛道 这个赛道就叫做 AI加PC 一个科技大战的赛道 就算是微软 微软最出名的当然是window的操作 但是微软都说window的操作 不是我重点了 开始倾向什么呢?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这些现在是微软发展的重点 微软在一个开发者大会上展示出 具有新程式人工智能加持的电脑产品 新程式是一个人工智慧的系统 这些新程式人工智能 这些新程式人工智能 将它加持在电脑产品 令到电脑产品将会是不基本电脑 大家最初可能觉得 好像越来越不用不基本电脑 我不用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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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手机就可以了 手机能做到很多东西 那电脑是不是适量 原来不是适量的 因为你PC电脑 它可以放的 人工智能的芯片 是多放很多的 你手机这么小 你能放多少 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电脑 为什么现在不基本电脑 重新拿出来 就是放在一个重要地位 因为它可以放多些人工智能 芯片 它的功能作用 就多很多 所以现在大耳联想三星 韦普就重新把不基本电脑 就是拿出来 放在一个重要地位 那他们就提供一些所谓什么 叫做Copilot Plus的PC Copilot 那谷哥就发展Chromebook Plus 就是一些附加的东西 Plus就是附加 就是不基本电脑 今时就不同昂日 你未来的发展 就是新程式人工智能 将会大为普及 用在这个电脑之上 所以我们相信很快 我们可能就会 转了一些PC 转了一些PC 基本上就不用用手开机 用语音开机就可以了 所以PC电脑股 最近是升到飞起的 这一款是什么 这一款是联想 联想 这是2019至2024 就是过去五年的图 其实真正大的升幅 其实是在2022年底开始 就是过去一年半 联想 这个股价 这个香港上市 代号是992 联想股价是由五个多元钱 升到现在是12个多 是一个历史高位 所以是很厉害的 其实就是 就是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已经一样 一样 都还是在2万以下 其实呢 当我们投资股票的时候 就是股神说 这一年最主要是选择 最后选择 选择一个股票 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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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像联想那样,如果2022年 你买盈富基金,可能今时今日 都是没钱赚的,但是2022年底,如果你买联想股票 可能5元、6元,今时今日就赚了一倍 另一种例子就是 戴耳电脑更加厉害,这是一年的股价图,一年 不是五年,只是一年,一年前戴耳股价是多少 低到是多少,四十多元 今时今日呢,曾经升过去180元 刚刚急跌,就回到139元 但是就算是139,如果和一年前比较 都升了两三倍,真的很夸张 所以,投资股票呢 第一,看财务股票 第二,要看世界的潮流 新科技的潮流 是发展到什么阶段 原来,个人健好的股 正正地已经升了很多了 大家好,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视频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都有视频看的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是财经类别 有陆宇人金融hi t 和上风的投资攻略 制作内容需要投入很多的资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订阅石楼台 有你的支持,我们才可以继续制作更多的节目 多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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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